一家三口在北京租房还贷的生活 早上吃完早饭 叫我康送儿子去学校 送完他就直接去单位上班了 我今天上午休息 在家把卫生间收拾一下 先用这个浴室清洁剂 把镜子水龙头 还有这个洗脸盆都喷一下 再拿一块海绵抹布 从上到下里里外外的擦一下 这个镜子还是邻居家准备要扔掉的 被我看见了 可以捡回来安在我家这里了 用着还挺好的 看这一擦多亮 这么亮的 我和我老公在北京这么多年 我们俩都有各自的工作 他忙他的 我忙我的 我的工作他不懂 他的工作我也不懂 所以我们俩在工作方面没有什么争执 因为他每天下班后还要出去跑外卖 所以家里的事情 我能做的就不用他操心 他只要安心工作就好 像家里打扫卫生 收拾屋子 洗衣服 这些活我都包了 其实就是东西多 没地方放 放在这就感觉用着方便 我今天就把他导弄到这个小柜儿里去 我老公就是比较喜欢做饭 有时下班早的时候就顺便买点菜回来把饭给做了 因为我们俩心里都有一个坚定的目标 就是一心把日子过好 因为去年八月份我爸来北京看病的那段时间 有几个月叫武库都没跑闪送了 所以后来就一直抢不到单 现在他跑的是达达 也就是外卖 不像以前跑闪送时的单价都是十几二十几块钱了 现在每单都是五六块七八块十几块的都算是高的了 这些天北京刮风沙尘特别大 他每天晚上回来时全身都是土 头发也被压得像落汤鸡似的 虽然他跟很多成功男士没法比 但在我眼里很多人也跟他没法比 我们俩相信只要努力 时间会给我们机会 吃完饭叫康又去跑外卖了 我去接孩子了 因为初二下学期已经开始上晚自习了